小主人大挑戰 小朋友 你喜歡寵物嗎 可愛的小寵物 就像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陪伴著我們 但是養寵物可不是簡單的事情喔 要具備哪些能力呢 今天的小主人大挑戰 要考驗小朋友 是否有照顧寵物的責任心 我們準備了可愛的娃娃 代替小寵物 究竟小主人是否可以完成考驗呢 Ready Go 浩恩 請問你的小寵物 叫什麼名字 小可愛 是調皮可愛 又會玩耍的狗狗 請問你覺得要陪伴寵物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帶牠出去散步 那我們就來看看可愛的浩恩 要怎麼陪伴牠的小寵物吧 一 二 三 YA 除了溜滑梯 浩恩還要帶我們去秘密基地喔 帶小可愛玩耍 漂亮的城堡喔 浩恩要蓋一個屬於小可愛的城堡 看浩恩這麼的努力用心 就是希望小可愛能有一個舒服的環境 恭喜浩恩得到第一顆星星 YA 小可愛好開心 接下來要來挑戰這個關卡的是 易軒 請問妳的寵物叫什麼名字呢 照顧寵物啊不是只有白天喔 連晚上的時候也很忙呢 那晚上的時候 妳會陪小粉紅做什麼事情呢 陪牠睡覺 那首先要先做什麼事情呢 首先先把牠戴眼罩 戴上眼罩 把它放起微軟的層 好 再來呢 把它蓋上棉被 記得不要蓋到頭 半夜 餓的時候要喝奶奶喔 這樣牠很快就會長大囉 好 喝完了嗎 喝完了 太棒囉 恭喜妳獲得第二個愛心 你們可愛的小寵物叫什麼名字啊 叫 蛋蛋 蛋蛋 好可愛喔 蛋蛋有什麼特別的呢 牠很愛乾淨 而且牠香噴噴的 那一定是小主人 有認真幫忙洗香香囉 沒錯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小主人 是怎麼細心的照顧牠們囉 來潮水了 完了 準備來嗎 牠吃飽了 來潮水了 來潮水了 好可愛 吃飽了 之後我要幫牠請盤接 好 來吧 來吧 今天剛完成好 厲害 好漂亮 哇 擠盤第三顆星了 恭喜你們 闖關成功 獲得小主人揮章 謝謝 耶 你們都表現得很棒 可以陪伴你們的小寵物 做不一樣的事情 而且成為他們的 不過羊寵物可不是 一天兩天的事情 可是要負起責任的 沒錯 不但要天天照顧他們 還要時時關心他們 那今天的小主人大挑戰 小朋友 看完今天的小主人大挑戰 是不是對羊寵物 有了更多的認識呢 細心陪伴 耐心照顧 與小寵物擁有深厚的情感 是每一位小主人最幸福的事 彩虹喬喬兒第三代來囉 好多動物喔 花開亮片看牠們喜歡什麼 更多驚喜等著你 哇 還有全新的寵物寶貝蛋耶 共有八款可愛的喬喬兒 等你來搜集 彩虹喬喬兒系列 可愛上市中